记者蔡雅化台北报道,年底县市长选举开打,民进党京北市长人选未定总统蔡英文对着有一家逐新北市长的立委吴炳瑞说,如果可以偏心,我的心也是心向你,似乎力挺无。 对此,有意参选新北市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今早被问到此事时,向蔡英文温情喊话,表示天气这么冷应该关怀他,他也有想法,希望蔡主席不嫌弃可以聊一聊。 陈景俊今早出席台北灯节小提灯亮相记者会受访时,被问到蔡英文温情自己的学生吴炳瑞一事,陈表示老师照顾学生应该的,但蔡主席也应该照顾党员,也希望主席与他见面聊聊,不要只照顾学生,天气这么冷应该关怀他一下。 传出前景政院长苏贞昌渴望回国新北市长陈景俊对此肯定苏贞昌的能力,但他认为世代交替是党中央的主头,未来阴沉这个阶段培养中生代甚至新生代,不该以输赢或选取做考量,要培养一棒接一棒的概念,王爷妈祖初询的话,这个党给社会感觉是进步或退步,要慎重思考。 此外,前副总统吕秀莲传出参选台北市长陈景俊认为吕秀莲在讲气话,因为吕两个月前有些理念想跟蔡主席沟通,但没得到回应,因此想跟蔡做个对话,未必是真的要选台北市长,而且吕在民主、人权、外交的贡献有目共睹,没必要为了台北市,这一战或出去。